大家好 剛才我博覽鵬的場次是否扭歪了一點? 歪了不要緊 這場換來反直 找一些正老的東西給大家 這隻馬我覺得在這場內是很穩膽 找一隻穩妥給大家 看看是否合不合心水 未看片之前都說了幾句 最重要是留言、讚、分享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按鈴鐺 心水很好 最重要是未加會費的會員 加回會費 順利也要說 多謝大家支持 最重要是讚好我的影片 因為讚好我的影片 我們在YouTube的演算法 會多很多人去看 大家就算不課金或其他 按一按鈕已經很幫到手 很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們的影片 不要說那麼多 立刻來影片看看我今次介紹了些什麼馬 今次沙田五班二千的場次 我選了這隻豐盛多彩 要來做這場亂局入面的馬膽 為什麼亂局呢?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這場就是豐盛多彩 上一次跑馬地兩千二米的演出 豐盛多彩就是3號 彩虹間跳衣 又黃又藍又紅 但頂紅色沒有那隻 就是豐盛多彩 拍著10號的那隻 就是黃金風速 白色衣服 格仔橙色就 還有7號 橙色衣服 白色就那隻就是赤子紅心 這場馬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8號的符號 9號的鑽石複杖 11號的綠燈 1號的陽光燦爛等等 都會是在接下來的賽事 大家都會跑 所以臨到季尾 來來去都是這些 跑來跑去都是差不多 就選一隻相對上 比較穩陣一點的豐盛多彩 近況好的給大家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就知道為什麼會選他 這場馬其實潘頓的發揮 一直在前面放著這隻馬 就很輕鬆的 看到拍著那隻 7號赤子紅心 就是拍著他在旁邊二踏那裏 後面就還有一隻黃金風速跟著他 來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看到就是還有一隻落足鳥 2號那隻 都是在二踏那裏 進佔第四位 開始差不多就是 還有900米屠程的時候 那隻綠燈就走上來搞局 紫色頭罩 淺藍色三個 11號那隻綠燈 這個時候就真的好像 開綠燈那樣 啪啪聲地走上來 但是沒有用 開完一場綠燈就變成紅燈 一陣間入到直路 就好像無形跌落地一樣 全部都散了 整隻馬 所以挑選這隻豐盛多彩 大家看著 一路潘頓的流放 真的非常之好 這五班馬其實 落在潘頓手 為什麼會穩陣一點 就是他始終有僵城流放 都可以令到這隻馬走得順 進到直路的時候 其實潘頓一直都沒有蝕過 你以為他真的進到直路沒有呢 看回這條直路打下去你就知道了 各大俠四號紅色三個 首先上來衝刺 落足了 剛才有遮擋之下 就開始展開衝刺 兩隻馬夾著這隻豐盛多彩 一起來鬥 哇 不落下風 其實最後一百幾十位的時候 大家去衝刺下去的時候 剛剛其實輸一點點而已 但是呢 見到豐盛多彩 都是一個不錯的表現之下 我覺得 接下來這場的星期日賽事 找他做膽都是穩陣的 好 今次五班二千二的賽事 除了選了潘頓的豐盛多彩之外 腳腳方面 這幾隻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第一隻呢 就是這次有一檔六號的喜悅一生 一百二十五磅 田太安騎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這隻馬剛剛才贏過 另一方面呢 大家都可以選一下 八號的黃金風速 因為黃金風速呢 在前兩場都是贏過的 上次也是跑第四 不是太差的 演出 六檔一百二十三磅 巴道騎也是 各磅數有點優勢 最後一隻呢 就選一隻神經刀 應該有些分頭三檔 117磅 和楊明倫騎的綠燈 這隻馬利華好好的 就不會了 不過呢 勝在呢 應該這場會有賠率 就可以幫到下大家 那就重複今次的選擇 簡單單單 豐盛多彩做膽拖 喜悅一生黃金風速 和綠燈 好拍檔 阿鵬這樣有好東西 提供給大家 記住看他的提示 剛剛這次會員提示 我和阿鵬就真的 威回一次大王全勝 4VN2P 獨贏3穿7個關 10元一注都贏3千多 即是大家 如果未加入滿月 就快點加入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賽事 就贏多些 今次穩膽呢 就和大家玩一下黎沙 就是三場六號 火神神樂 我們一齊看看 上場呢 泥地的表現 上場呢 這隻馬呢 都真是厲害的 不是開玩笑 一出集呢 火神神樂都幾快一下 見到呢 就是 因為藍藍藍色衣服呢 鏡頭也見到 戰爪映著那隻呢 8號的就是他了 那他件衣服都幾二型的 白白的 淺藍色 那這隻馬都算是 跟回前置了 前面那些 有些 中環威威啊 和八心之威 那兩隻呢 就幾快的 跟著呢 你見到火神神樂 跟著在第五位內難呢 有些好處 因為始終他的檔呢 漂亮一點 容易檔 所以呢 他出來的位置 和他的前足呢 都不算太慢 這樣就可以守住一個漂亮的位置 那這裏 嘻嘻嘻嘻嘻嘻 見到 班德麗好像買了一點點 不知道 失平行還是什麼 跟著 見到 涉內蘭都對的了 這些位置 你看看有個位置 因為外面一買又很開 見到 涉內蘭呢 那前面那隻八心之威 走掉了一點點 中環 威威好像是一般 沒什麼力 跟著這邊衝上來了 火神神樂 嘻嘻嘻嘻嘻嘻嘻 那這裏 那這裏打算是 哎呀 那隻就掉了 怎料 最後一百度 你看著馬打上來 他的勢多行 想著這步 有機會過他 最後最後 哎呀 阿上阿樂最終真是慘 阿上阿樂 就是輸了一下 少少 真是很不看 這兩隻都叫 掉了後面多少 但是沒辦法 有時候跑馬真是 陰差陽錯之下 阿上阿樂 記住阿輸了 那這次呢 希望這隻馬呢 可以開債 也是靠泥地 泥地性能 真是不錯的 三場六 火神神樂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麼最近 我們會員都非常之厲害 大家記得 繼續支持我們城路台 繼續CFX我們 看張老師的影片 希望接下來 星期日 來草運合戰 大家贏爆馬會 嘿大家好 那麼 接下來 星期日的賽事 應該天氣 都會有少少 不太溫定的 所以呢 這場磅冷門的賽事 扭什麼少少 我覺得呢 這個機會是OK的 所以 都要介紹給大家 沒看影片之前 記住做回這幾個動作 因為我們這幾個節直播 全靠大家 like我們的影片 我們就真的 當堂的台 醒神很多 我的收視 多謝大家 變成我們在YouTube的演算法 都可以 多了很多人看我們的影片 記住 這幾個步驟很簡單 comment like 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 very good 看阿彭的心碎 就super超級good 還有還有還有 剛剛過了 五一勞動節 五月頭 還要做些什麼 還要做些什麼 還要加會費的會員 還要加會費 OK 因為我們 提示的時間 還是要再一次一次 因為都有一塊貴尾 一起貴尾 一搏一搏 不用太頻繁了 不要說那麼多 好 立刻去看看我今次博覽滿的層次 介紹什麼給大家 OK 今次博覽滿和大家看一隻 梟勇善戰 上一次 在沙田一千直路的跑快 梟勇善戰就是 十三檔出閘那一隻 十二號 現在有紫紫地色衣服 粉紅色帽 那一隻就是 梟勇善戰 現在在貼欄第二位 剛剛被外檔馬 過了 被外檔的一號 那一隻過了 就是梟勇善戰 一號那一隻就是領才 梟勇善戰 一直都是拍攝領才 現在都在前列位置 其實這隻馬 之前一路的演出 都是一般的 但是這一場開始 其實他就有點走勢 我覺得接下來 星期日的賽事 應該他都不會太野飛 但是通常這四班一千直路 可以扭到 歪零歪稱 他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開千隻馬 最後那些百領的時候 都有點走勢 真的一樣 不過最後那幾步 就不夠前面 勝利之王 還有外檔的馬衝 回到來 其實勇善戰 不差 這隻梟勇善戰 輸得很近 雖然進不了前世 但是 跟外檔一堆馬 這個馬的距離 是不夠兩個馬位 輸過幾乎 其實他很幸運 拍得贏的話 會有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次 有機會 這隻馬 可能不為人注意之下 就偷到雞 所以我就會找 黎超聲這隻 僑用善戰 就要來做膽 好 今次博欄門的場次 除了選了 11號 10檔的僑用善戰之外 腳方面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第一隻 我選了 最近有表現 減七薄的 王志雲 不可檔 因為始終 近來也算是 演出好一點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那兩隻 我真的想搏一下 新馬 適合兩個大師夫騎 潘頓和暴文 那兩隻 第一隻就是 天天同樂 第二隻就是 太行美景 因為其實這場 我覺得也是 一千直路可以很亂 有兩個大師傅丹 以及兩隻馬 其實試襲都可以 雖然試襲未必 代表一切 但是兩隻馬 試襲走勢都很好 我覺得 搏冷腳 不如 或者 有些分頭 我就搏一下 這兩隻新馬 重複今次的深水 挑勇善戰造膽 拖不可檔 天天同樂 和太行美景 這個配搭 我相信 應該都會有些分頭 雖然潘頓和暴文大師傅 但是 這組馬 我覺得是有點空險 所以 兵行險著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大家 阿鵬好拍檔 一樣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筆厭其鵬說多次 剛剛這次是會員深水 我們就大鑊旋勝 四VIN兩批 會員成功過關 有個會員 賣四川十一VIN 就中到啪啪聲 一百元買中了一萬三千多元 大家如果未加入我們會員 就快點加入我們會員 OK